这都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生活中总有这样一些平凡人 他们没有华丽的舞台 也没有专业的培训 但为了实现梦想而变得越来越好 最后一整个经验全网 要说最初说到这个视频 我还以为是一位满级大佬 没想到这位名叫周一怡的阿姨 是自学的吉他 并从2023年11月7号开始发布视频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不仅收获百万粉丝 丝滑弹唱 更是频频为网友点赞 虽说有人说她是音乐教授 才唱得这么好听 但我想说的是 我们不能因此 就否定了她自学吉他的努力 从她拿起吉他的那一刻 相信就已经打败不少同龄人了吧 怪不得网友听完这段翻唱 会这样评价 未曾见过世界屋主的人 声音竟也如此空灵 而视频中 这位名叫紫妍的小姐姐 虽然是一位视障唤者 但从小热爱音乐的她 经常在网上翻唱歌曲给大家听 我其实很少听到音乐 我就会音乐唱 听过比较好的评论 也特别特别感动 因为有那么多的人 她在鼓励我 不得不说拥有如此天籁 还积极乐观的小姐姐 真的很难叫人不爱 前段时间她不仅发行了新歌 还受邀参加综艺现场 但我相信 未来还会有更大的舞台 在等着她 谁能想到山东围坏一群退休的阿姨聚在一起 不打麻将不八卦 竟玩起了合唱 视频点赞 从最初的几百 到如今的几十万 可以 我们下周的老奶奶 需要再调整的舞台 甚至当一位83岁的老奶奶喜欢上加子鼓 日积月累的训练下不仅动作利落 节奏把控也是手拿把掐 咱就说说这一头白发 也挡不住她的精气神啊 真不怪网友天天念叨 这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生活了 一位来自深圳某初中的15岁女孩 因为热爱音乐一直坚持创作 万万没想到一个突发的灵感 让她挤用半小时就创作出了原创曲 是我站在学校上数学课 然后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段旋律 不管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拿起吉他 不到半个小时就写完了这首歌的词曲 更厉害的是 歌曲一经发出 就受到网友们的喜爱 获赞2000多万 还被各大官媒争相报道 本以为创作出这样一首歌已经足够经验 没想到在此之前 其实她早已创作出20多首原创 该说不说 有天赋的同时她还不忘努力和坚持 所以才有了如今这样的成绩吧 这果然不会打架子鼓的保安 不是好大爷呀 说到乐器演奏 除了舞台上的演奏家 其实民间也有不乏像大爷这样的高手存在 而说到这位来自沈阳工业学院的保安大爷 王有力 前几天就因为在校门口的演奏而走过网络 虽说能过六旬 可这气势真的一点不输年轻人 50多岁的保安大叔如果有了一颗吉他梦 那生活中简直处处是他的舞台呀 这不江苏常属领务大学的保安大叔 就凭借一首好情意 分分钟征服了那一年的毕业学子呢 一位名叫陈江山的小伙 在工地自学了四年的古中 其弹琴的视频也一度风鸣网络 直到我出门打工了18岁的时候 我才接触到古针 因为我表哥在学古针 然后我就跟着我表哥出来打工 也一边打工一边练古针 坚持了15年 这个背着古针走南闯北德在练习 没有舒适的练习室 也没有正规的老师指导 但他每天都不忘在工棚里练琴 网友在惊叹他琴艺的同时 其实更佩服的 应该是他虽然暂时趋于现实 但却从未定下追逐梦想的脚步 这种精气神才真的最吸引人 果然只要心中有梦 哪里都是舞台 拥有梦想的那一刻 他们就已经变得不平凡了 好啦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想看更多好听好玩的音乐资讯 欢迎点赞 订阅下方音乐官方频道 我们明天见 拜拜